哈喽,麦哥听姐好介绍的小吴好 今天带你们来到Molet这一边 来看Molet一间 只要550千超大间的双城排屋 地点在哪里 它就在我们Molet的Daman Redang这一边 Daman Redang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在我们Molet Residency的后面 去我们Molet三圈开车出去 只要3到5分钟的车程 而且这一边还是保安围里区 今天来参观这一间看到吗 22x75的在Daman Redang Molet这边的双城排屋 它房间跟里面都非常大 再加上我们这一间房子 它是Unblock View 如果是车子比较多的朋友 可以留守这一间 只要550千 你就可以找到在Molet 这个黄金地点的双城排屋 还是大款的 车房的话你可以看 车房停两辆车 肯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邻居家都是停两辆车的 OK 我们的AutoGate也是有了的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话 全地砖 OK 全地砖的一间房子 而且这一间房子 照顾的非常的好 带你进来看你就知道了 来 有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们在找着地点 去波底市中心很方便 然后又想要房价便宜的话 这一间可以考虑 去我们的Jabit Town 只需要SPA到20分钟 OK 这一间是22x75 你可以看到一进来 你就感觉到很大了 整个客厅的格局 非常的宽敞 整个扩度的客厅是22 因为我们的楼梯是在中间的 所以这边的话你放了电视墙 你看你要怎样来摆放你的沙发 要放3加2还是3加2加1都没有 问题非常的大 它的格局也非常好 这一边的话土地面积22x75 Land Area是1650 我们的Build Out Build Out是2186 是不是超大 而且是四房四侧 楼上有加多一间厕所了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来 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们饭厅的空间 已经做好这个间隔了的这个格局 OK 这边是饭厅的空间 你可以放一张大圆座 六人的大圆座都没有问题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厨房的空间 有进来的朋友 今天带你看的是在Molet 有保安围里 然后这边是List Hall的单位来的 这一间我们来参观的List Hall 99的 这一间大型的房子 剩下75年 OK 然后这边来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的干湿厨房了 它的干湿厨房的壁砖 已经是上到最顶了的 Condition非常好哈 因为之前都是一直物质自住的 你可以看到这些厨都是做好了 而且很可爱耶 里面所有的这些厨柜里面的Condition都还是好好的 基本上买来的朋友也不用讲 这些厨要拆掉重做都不需要哈 往后一点走你可以看 这个灶台是超级无敌长的 直接衔接过来我们的私厨房 一个L-Shake 这边是洗碗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山头炉的地方 抽风机的地方都有了 后面这边呢 这个空间已经做好了 是可以给你们放洗衣机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已经全扩建了 我们是上下扩建 所以后面只是一条小马路而已哈 啊这个地点黄金地点在Molet 然后我们去看看哈我们楼下的房间 楼下的长辈房无敌大 我第一次哈听见第一次来到双城排屋的 长辈房这么大间的 麦哥站在门口我去最尾给你看看 哇看到吗 真的超大间的长辈房 这个长辈房哈 大到是跟主人房一样大的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到哈 镜头上面这边有这个梁的地方 这个梁以后的都是屋主之前扩建的 上跟下都做了扩建 所以楼下长辈房哈 你要放两张双人床 还是三张双人床都没有问题 长辈住在这边哈 想要摆一张自己的电视机 小沙发做他自己的一个空间都可以的哈 而且呢 我们长辈房这边还特地哈 做了这个开门进来的厕所 厕所也是有做过装修的 你可以看到 厕所是连接着长辈房跟我们厨房的 所以是两个门的 OK双开门的 你可以从客厅去到厕所进去哈 或者是要从长辈房都可以啊 我们去二楼参观一下 亲爱的朋友今天在molet哈 这一间只卖550千 价钱还可以再商量哈 因为这是一间22层75在molet 的一间双层牌物 我们这一间是属于lis hall单位哈 是99年现在还有75年的这个lis hall的年限 然后我们这一间也是非常好的方向 坐北朝南的哈 坐北朝南的一间房子 这一边呢 所有你刚刚看到听姐讲的楼下扩建 厨房扩建 房间扩建全部都是有mbjb的这个 apwork plan的 这边也有保安威力的 可以讲哈 地点很好 来到二楼的话 你看到他的这个小厅吗 这个小厅呢 其实不小啦 你可以做一些壁除 输除还是放钢琴 放跑步机都可以 看你自己怎样去运作 他的sealing high 其实也是蛮高的 ok 蛮高的哈 我们去参观房间 这一边哈 这种超过20年 超过20年的屋子 你都可以看到一定是这一种 bucket木的啊 重点是屋主有照顾的话 这个木看起来就还是很漂亮 啊 跟那种瓷砖 瓷砖踩上去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一间是我们楼上的第一间客房 从也是一样 从这个梁这边开始 以后的地方 这个梁以后的地方都是经过扩建的 所以你在镜头上面哈 看到这一边的屋子的 房间的格局 这边都加大去了 整个的房间哈 非常的长 它是长方形的 ok 一个大长方形 所以嘞 这边你看你要摆你的睡床在这边 ok 睡床摆在这边 前面这个地方哈 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小朋友住的话哈 这边做成他的一个阅读空间 还是电脑室 还是他要做一个大衣橱 化妆台都可以 因为空间非常大 而且每一间房间哈 都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这些洗手间有一些 你看到吗 都是装修的 加建开来的 本来楼上只有哈 主人房跟共用的洗手间 屋主把它加多一间出来 就是让大家哈 不需要去抢厕所 大家都有自己的 死人的厕所 然后我们来第二间客房 这间客房的格局比较特别 它一进来这边先是一个正方形 看到吗 ok 正方形这边你的床可以这样子摆 然后我们也有扩建的哈 这一间 这一间扩建的一个小长方形 也是一样量过来 这边是扩建 这边扩建 你可以拿来做什么 你可以做你的更衣室在这边 你的衣橱坐在这边 一个步入室的一个更衣室 然后走过来这边呢 这一间是 这间是特地扩建出来的 本来没有这一间厕所的哈 这一间是加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壁砖上到完哈 而且还有做了这个采光 非常好的玻璃 跟一个抽风机 所以非常的通风 这边厕所干事分离 也可以做到它虽然是扩建 可是扩建的尺寸是非常实用的 这个就是楼上两间客房的尺寸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主人房哈 重点这个地点在Molet哈 朋友们Molet的屋子你知道哈 Normal都是价钱蛮高的 我们这一间哈 Unblock View房间都做了扩建 买来真的是做一点小装修 放家室 你就可以入住了的 然后我们来到主人房 主人房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感 主人房是原装 原装没有经过扩建的 OK 主人房这边的格局 你可以把你的床放在这边 OK 然后你的梳妆台可能可以放在这边 衣橱不需要放在这边的 我们有更衣室的哈 这个物款 带你们转过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放衣橱的地方 他要进去厕所之前 这边有一个格局的 一个小长方形 这边你可以加哦 加整个大衣橱在这边 坐到顶去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出来 厕所出来 可以在这边整理仪容 我们这边哈 主人房的厕所会比刚刚两间都还要大间一点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 全部有经过之前物主自住的 所以都是有装修过 壁装都美美的 这边你可以做一个哦 L型的这个玻璃门也可以 或者是玉莲都可以啊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主人房的形状是两个空间的哈 睡卧室跟我们的这个更衣室的地方 地点在莫雷的加烂热浪这边哈 我们这边的话要去商圈买东西很方便 你要往周后加热去也方便 又或者是哈你要去 迪萨热邦那一带啊 迪萨热邦还是要下坡地 要去密尼 这边都是属于非常中心的地点来的哈 我们今天带你来参观的这一间哈 就是在我们 Molet的Taman Renang这一边的一款大款的双层牌物 22x75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有2186 4个房间 4个厕所 OK本来是只有3个厕所加多一间厕所 大门的方向是坐北朝南的哈 这一间我们物龄大概是在20年以上 这边也是一个有保安为例的区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一间屋子它不是freehold的哈 它是leasthold99年 现在还有75年哦 然后你刚刚看到所有的装修扩建 扩建哦 屋主都是有出图的 都有MBJB的这个Apple Brand 我们的卖价呢 非常超值 这么大间的一间全扩建的房子 只卖550千 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最重要是车房停留辆车 你有更多的车 对面是Appleview 都可以在哈停放更多车子 5分钟的车程可以到外面的Moled商圈 要先去吃东西买东西的哈 8分钟的车程你可以到Johorjaya 或者是Blandon都是只有8分钟车程 10分钟哦 再开上去一点点就是我们的Aion Rebel 到Ikia Tropos Tesco那一个方向了 或者是你要去Bermas的朋友 我们Moled这边过去Bermas 过去我们的Mid Valley 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 如果你是要往新加坡哦 去Ulens OK 去CIQ 去CD Square的朋友 这边过道去大概是在18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 啊 找这Moled一带的朋友可以call来麦格廷姐好介绍 我们安排来看房哈 随时都可以安排的哈 这一间如果是屋主们有屋子要脱售 想要卖的话哈 不知道要卖多少钱都可以联系我们哈 在买屋子的路上遇到什么问题难题也可以询问我们的 记得离开的时候点赞关注麦格廷姐好介绍 我们下次再见哈 拜拜